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变量的高级话题 以方便同学们能够对一个python程序的运行机制有个更好的理解 同学们 在这一小节中啊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变量的引用 因为理解了变量的引用之后 对于我们理解在python中函数的参数传递 以及函数的返回值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在展开引用这个话题之前 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当一个python程序运行的时候 变量以及数据是保存在哪里的 哎 非常好 变量和数据都是保存在内存中的 对吧 而变量的引用这个概念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一个python程序运行时 变量和数据是怎样保存的 并且保存的是什么内容 来 大家看 当一个python程序运行的时候 变量和数据是分开保存的 数据就是保存的数据 它呢 在内存中有个独立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地址 而变量中保存的就是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 同时大家注意哦 变量记录数据的地址这个动作 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叫做引用 在python中 我们可以使用id这个函数 来查看一个数据在内存中对应的地址 哎 讲到这里 老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引用的概念 一句话讲 在python中变量和数据是分开存储的 变量记录数据的内存地址这个动作 就可以叫做引用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ipthon做下演练 同学们 老师啊 首先来定一个变量a等于1 同学们注意一下哦 在之前老师介绍过 当这个变量第一次出现时 是不是就会定一个变量 并且把数字1复制给这个变量 对吧 那现在再给大家介绍引用这个概念时 同学们以后要养成一个习惯哦 就是看到复制语句之后 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等号的右侧 哎 同学们看一下 复制语句等号右侧是什么 哎 就是一个数字1 对吧 那现在老师啊 给大家画一张图 简单描述一下 在python运行的时候 a等于1这句话是怎么执行的 大家看 首先看等号右侧是不是就是数字1 那么我们就在内存中啊 先挖一个坑 或者呢 把它想象成一个小盒子 在这个小盒子中 我们就保存一个数字1 同时这个坑 是不是在内存中 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对吧 那这个位置啊 我们呢 就再使用另外一个变量a 让这个变量a来记录一下 数字1的内存地址 同学们注意哦 当变量a记录住数字1 这个内存地址之后 我们呢就可以通过变量a 访问到数字1了 而现在老师画的这个箭头 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引用 那现在让我们回到ipthon 老师啊 再用id这个函数 给大家共同确认一下 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 同学们看 老师先把变量a当作参数 传递给id这个函数 现在回车 哎 同学们看 返回一个地址 14368 也就是意味着 数字1这个数据 是保存在内存空间 14368这个位置 来老师啊 再使用id1 来查看一下 数字1对应的内存地址 来 回车 大家看 数字1的内存地址 是不是就是14368 对吧 那现在老师再写一个代码 同学们 变量b 我们是不是并没有使用过 对吧 如果老师写一个b等于a 哎 同学们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 变量b中 现在应该保存什么数据 哎 非常好 应该保存数字1 对吧 那现在再让我们用id这个函数 来查看一下 变量b中保存数据 所在的内存地址 现在回车 哎 大家看 地址仍然是14368 哎 同学们注意要 变量a保存数据的地址 是14368 数字1所在的内存地址 是14368 变量b保存的数据地址 是不是同样也是14368 哎 这三个14368 怎么样来看待呢 老师啊 再给大家画一张图 同学们看 在看待复制语句的时候 首先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等号的右侧 对吧 python程序 在执行的时候 一看到 哦 数字1 就会呢 在内存中 先挖一个坑 或者呢 放一个小盒子 在这个小盒子中啊 保存上数字1 同时注意啊 这个数字1 是不是在内存中 是有一个地址的 这个地址呢 就是14368 好 数字1 在内存中 准备好了之后 再把注意力 转移到 等号左侧 变量a 我们啊 就使用一个a的变量 来记录了一下 数字1 在内存中的地址 这个呢 就意味着 变量a 引用了数字1 然后再来看 第四行代码 b等于a 同学们 b等于a 这句话 是不是表示 我们让变量b 记录了变量a中的数据 对吧 那现在同学们看 变量a中的数据 在内存中有了吗 哎 数字1 已经存在了 对吧 那既然数字1 已经存在 因此 我们在执行 b等于a 这句代码的时候 会在内存中 定一个b的变量 然后让b的变量 同样是保存了 数字1的内存地址 注意看 变量b 同样是保存了 数字1的内存地址 这就意味着 变量b 引用了数字1 因此 我们通过a也好 b也好 是不是都能够防到 同样的一个数字1 对吧 那现在老师啊 再把这个代码 进行一个扩展 同学们注意看 老师写个a等于2 现在老师在回车之前 先问大家 同学们 变量a在内存中存在了吗 哎 必须存在了 对吧 那现在老师回车 然后问大家 同学们 如果我们使用id 这个函数 传入a 得到的数据的内存地址 会变化吗 哎 应该会变化 对吧 因为数字2的内容 跟数字1的内容 并不一样 对吧 现在老师回车 哎 大家看 14400 哎 变量a中保存的数据地址 已经发生变化了 那现在老师问大家 同学们 变量b中保存的数据地址 发生变化了吗 哎 应该没有 对吧 来 让我们再用id这个函数 来验证一下回车 哎 大家看 变量b中保存的数据地址 仍然是14368 来 老师啊 再给大家画一张图 我们呢 还是从第一行代码来看起 对吧 首先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等号的右侧 是不是在内存中准备一个小盒子 在这个小盒子中放上数字1 对吧 然后呢 再定一个变量a来引用这个数字1的地址 注意啊 现在数字1的地址是不是就是14368 对吧 14368 然后我们再看第一次行代码 让变量b记录变量a保存的数据 实际上呢 是再定一个变量 让这个变量中保存了a保存数字1的地址 也就是变量b对数字1进行了引用 那接下来再看第六行代码a等于2 同学们 现在内存中有2这个数字吗 哎 并没有 对吧 那既然没有 我们啊 就在内存中再来为数字2分配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我们同样可以理解成一个小盒子 然后这个数字2在内存中同样有一个地址 14400 好 数字2准备好了之后 同学们再把注意力放在等号的左侧 大家看a等于2 而现在变量a是不是在内存中已经存在了 对吧 那既然存在 那我们呢就把a之前对数字1的引用给咔嚓掉 然后呢 让变量a再来记录住数字2这个地址 哎 这样呢 就相当于变量a对数字2做了一个引用 那现在同学们看变量b的引用有改变吗 哎 并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使用idb来查看变量b中保存的数字地址的时候 仍然是14368也就是数字1 哎 这个就是python中的引用 同学们 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引用的概念已经有点体会了 对吧 那现在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python中我们可以把引用看成一个变迁值 而把数据呢 看成一个我们真正要处理的小盒子 主要我们把数据啊 看成一个小盒子 而变量呢 我们看成是一张变迁值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程序啊 当a等于1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搞了一个变迁值a 啪贴在这个数字1的小盒子上 当b等于a这句代码执行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又创建了一个变迁值b 把这个变迁值仍然贴在数字1的小盒子上 这样呢 我们无论通过a也好b也好 都可以访问到数字1 对吧 那现在再来看 a等于2这句代码意味着什么呢 哎 a等于2这句代码就意味着 既然保存的数据变化了 我们呢就先把a这张变迁值 从数字1的小盒子上撕起来 然后把这个变迁值贴到数字2的小盒子上 哎 仅此而已我们在看待引用的时候 可以把变量看成一个变迁值 而等号右侧的数据才是我们真正在程序中要处理的数据 好 对引用的概念有所体会之后 那现在老师问大家 同学们 如果老师再写一个b等于a 现在执行程序之后b变量中保存的数据地址会是什么 哎 非常好 应该跟数字2是相同的地址 对吧 来让我们回车验证一下 老师呢 再使用id这个函数来查看一下变量b中的数据地址 来回车 大家看是不是14400 对吧 好 通过一个简单的代码以及图示的演练之后啊 现在让我们回到笔记 同学们 在这一小节中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引用的概念 一句话讲 python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变量和数据是分开保存的 变量中记录数据的地址 这个就叫做引用 来让我们看一下图示啊 当我们第一次使用复制语句定一个变量a的时候 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个变量a当成一个标签贴在数字1上面 然后呢 当我们再次使用复制语句 修改a这个变量中保存的值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这个变迁从数字1上撕下来 然后把变迁再贴到数字2上 同学们 现在数字1上是不是就没有变迁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再次复制得到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 当使用b等于a 让变量b记录变量a保存的数据时 实际上就在数字2上面贴了两个标签 一个是a 一个是b 我们在程序中 既可以通过a访问到数字2 也可以通过b同样访问到数字2 哎 这个就是引用的概念 那现在老师再强调一点 同学们 在我们开发中啊 如果一个变量已经被定义 我们再次给这个变量复制的时候 本质上是在做什么事情 哎 非常好 本质上就在修改数据的引用 所谓修改数据的引用 我们就把之前数据上的标签撕下来 也就是这个变量不再对之前的数据引用 然后把变量这个标签 再贴到一个另外的数据上 也就是这个变量改为对新复制数据的引用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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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